不像我们的世界 因阳光而反映色彩 而是原本就放出光彩的 舍利佛啊 极乐净土原来充满这么多 美丽而且纯净的东西 舍利佛啊 在奥弥陀佛的国度里 悠扬的音乐缭绕不断 金黄色的大地 每天不分昼夜 天上的曼陀罗花 飘落如下雨一般 那个国度的住民 在清凉的早晨到来后 就以一泻成取美丽的花 为了献花给 其他国度的诸佛而出去 献花完后 就回到极乐净土吃午餐 他在黄金的土地上 在附近沉静地行走 舍利佛啊 极乐净土是这么美丽 是奥弥陀佛的心愿 所造成的世界 还有舍利佛啊 那个国度 拥有许多花般绚烂的珍稀鸟儿 非常美丽 有白鹤 孔雀 鹦鹉 舍利 嘉临瓶鞋 共鸣之鸟 这些鸟儿不断唱出高雅宜人的声音 那声音传达出到达正确悟到境地之道 住在净土的人听到这个 大家通通念佛 念法 念僧 佛法僧 佛是佛陀 得到引导众生的人 法是佛的教导 僧是接受教导追求悟道的僧 这称作三宝 对佛教徒而言 是三个极为重要的宝物 然而舍利佛啊 在此有一件事要注意 你不可认为那些鸟 是因为前世犯错 而转入畜生道的 因为 极乐净土没有因罪而显现的 地狱 恶鬼 畜生等等三恶道 极乐净土是一切平等的过渡 三恶道 是可怕的迷惑世界 首先是地狱 这里是因愤怒恨而死的人 为了长醉 而在这里接受身心极度的痛苦 第二个 恶鬼界 是贪欲不施舍者 接受饥渴痛苦的世界 最后的畜生界 是忘恩负义 化连贤持者的世界 极乐净土 连畜生这个名词都没有 自然也就没有畜生的存在 所以说 在净土飞翔的这些鸟儿 都是欧弥陀佛为了弘法 将心愿化成各种颜色 形状的东西 应是出生的鸟儿 为何会在 极乐净土呢 这可能是世尊预料当时的人 可能有此疑问所讲的吧 从以上的话 可以察觉到 世尊的这个想法 不止是鸟儿 极乐净土全体 就是欧弥陀佛的愿 所显现的世界 摄弥陀佛啊 极乐净土全境 由清爽的微风吹拂 吹过宝树大道和诸事 奏出美丽的音乐 那个声音 宛如百千种的音乐 同时奏出 听到的每个人 都不由自主地 在心底念佛 念法 念僧 修养心性 摄弥陀佛啊 原来极乐净土 是这么样的 祥和无限的世界啊 到此为止 世尊一直解说 美丽光明的极乐净土 将我们必须追求的 真实世界 以最浅显易懂的说法 来开导 还有摄弥陀佛啊 你觉得怎样 那个伟大的佛 为什么要称为 奥弥陀佛呢 摄弥陀佛啊 那个佛的光明无限 那个佛的光明无限 照明了十方国度 他的光明 他的光明照射到每个世界的角落 净土祖师说 智慧的光明无尽头 法身的光轮也没有尽头 照亮世间众生 受到这个智慧的光明照耀 让我们首次地知道了真正的自我 还有摄弥陀佛啊 佛的寿命和那个国度众生的寿命 一样无限 跨越无法计算的长久时间 所以才被称为是奥弥陀 摄弥陀佛啊 奥弥陀佛从他成佛到今天 已经经过了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 奥弥陀是世尊使用的古印度语 欧是否定语 弥陀是测量之意 合起来就是不可测的无量之意 世尊说 奥弥陀的光明是无量的 现在他又说 哦 嗯 原因是十字幕提供了 如果噥弥陀佛 感谢观看